花花小剧场 蜜蜂小哥 你好啊 天啊 花菊大假光临 你好呀 出来视察工作 碰巧在楼下经过 就上来看看你 你要是早一点过来就好了 润月爱酒 他俩刚刚走 咦 没想到这俩家伙竟然学会先下水围墙啊 哼哼 那个那个 他们俩来找你啥事啊 没跟您添麻烦吧 没什么啦 润月说 他买了一条项链 过来望问我 是不是适合上班佩戴 蜜蜂小哥真是太辛苦啦 天天处理这些鸡毛泛皮的小事 回头我要好好地跟他俩谈谈心 别动不动就来打扰你的工作 怎么会呢 一点都不辛苦 在斧头山上班 为熊熊们打以解惑 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啊 我瞧你上班也有些食欲啦 怎么样 工作还奋力不 有没有熊熊为难你 要是有 尽管跟我拂 花姐帮你摆平 谢谢花菊关怀备制 斧头山的熊熊都很友善哦 你看看 他们天天给我送水果零食 吃都吃不完 哎呀妈呀 这不算是受惠吧 蜜蜂小哥多心啊 这都是熊熊的一片心意 你只管收下就是 要是谁敢在背后屈屈你 花菊绝不姑息 看来斧头山的小女熊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狼多养少 看来小花必须要出大招啦 我对了花菊 你来找我有啥事吗 很高兴为您效劳 眼下冬天到了 经过文旅局领导班子开会研究 决定搞一个夏季层送温暖活动 这不 我给你拿了个碳盆过来 天冷了 用它来烤烤手很不错哦 谢谢领导们雪冲送碳 还有哦 因为你平时表现不错 所以我们决定提前给你转正 这是真的嘛 太好了 我终于有编制了 可是可是 你来的日子短 对于我们斧头山的规矩 甚不清楚 烦请花菊多多指教 但凡转正的员工 多要有一个专辅的编号 就是这个编号吗 咋啦花菊 有何难言之言吗 知道无今 就跟你明说了吧 这个编号 需要用铁钳子 烙在你的胸口上 花菊 道理我都懂 可是可是 会不会很疼啊 男子和大丈夫 忍忍就过去了 加油 我看好你哦 哈哈 哎呀哎呀 不要啊 他也有acc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三辈监